上个礼拜有约列的跟各位介绍 关于六祖谈经的一些相关的观念 还有一些看法 那当然我们这一堂课重点是要介绍 给各位了解到关于六祖谈经 六祖大师他个人在修行上 在禅宗的体悟 还有相关的修行方法 那这是我们的这一堂课的重点 那我们这一堂课的重点 我们并不是放在这所谓的学术上的探讨 到底六祖谈经 六祖大师这个人都不认识字 六祖谈经的版本到底有几种 这不是我们这一堂课的重点 这个在学术界我们就交给这个学界的学者 教授他们来做相关的研究 我们再来品尝 来阅读他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我想大概就过了 那我们应该要把重点放在这个相关的佛法的修行上 这是我们这一堂课的重点 所以关于这个六祖谈经 到底要用哪一个版本 我们的版本就是这个版本 就是现在我们要使用的中保本 那六祖大师这个人 到底认不认识字并不重要 重点是他有开悟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那我们做学术研究当然就要怎么样 精密求精 他很多相关的这个议题他需要做讨论 他才有议题可以来讨论 那我们就不多说太多的这个介绍 关于序文方面我们就直接看到 这个三十四页 这个演员法师有一段话 最后这一段话讲得非常的好 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他这一段话 我相信这是他老人家修行以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会 所讲出来的一段话 第三十四页 三十四页的最后一段 人之所以不能了解宇宙人生 有没有看到这一段 我这一段其实是对我们修缠者 甚至我们佛弟子来谈 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人之所以不能了解宇宙人生 只因为人们不能真正了解自己 各位你们接受这句话吗 你了解自己吗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生活上都觉得 我最了解我自己 我自己什么个性我最知道 好像在某一个时候的这种观点 好像认识我最了解我自己 甚至我们在认识上 我很了解我的家人 我很了解我的朋友 我非常了解谁 对不对 但是就 因为要面对解脱生死的一个修行者而言 你真正认识自己吗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我相信各位曾经听过禅宗主师 讲过一句话 父母卫生我们的本来面目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道理 像禅宗很多的公案 念佛是谁 念佛是谁 他有一只手的生命 一只手有生命吗 可是他就是必须要问着你 这些到底是什么道理 就是人生宇宙的真理 在常常里面很多相关的这方面的公案 那我们 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 你肯定你都是自己吗 了解自己吗 我们假如能够了解自己 就不会有太多的烦恼和习气 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计较和比较 真的可以 可以放开一切一切 一切的一切 所以这句话 其实我们 真的要很诚恳的去面对它 我们要了解人生宇宙的真理 首先要了解的是自己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宇宙人生的一个什么 浓缩的榜本 举例来讲 在医学上 甚至在我们中国的相关的一些 一些传统上的一个观念 像这个 我们这个整个的宇宙戏有所谓的九霸行星 我们人的身体就有什么 有九孔 天定间有日月 我们就有两颗眼镜 天是圆的 我们头骨就圆的 地是平的 我们脚底就是这样的 脚踏实地的 我们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其实我们人一生 整个的身体其实就像一个宇宙的融树 我们要去了解一个人生宇宙的真理 我们先了解自己 所以这个宇宙法治这一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人之所以不能了解宇宙人生 只因为人们不能真正了解自己 他就举例 英雄能征服别人 征服天下 能够征服别人征服天下 他顶多是个英雄 就像秦始皇 可以统一中国 但是他的整个的 这个圣事 可以流传多久 还没多久 对不对 他顶多是个英雄 但是圣人呢 不求征服世界 只求征服自己 这个在我们丛林学院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 宁可带三军将士 就不愿意带三畏和善 为什么这么说 这当然是一个 批语 三军将士军令如山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谁都不敢有什么违背 你反正违反了军法 就按照违反的军令 就按照军法来处置 就这样 依法执行 很好管理 但是 法师好不好管 有戒法 我们有戒律 我们有相关的一些修行的一些 遵守的规矩 但是 佛法里面有所谓的怎么样 开车吃饭 法无定法 事法平等无有高相 你说他错吗 未必是错 就像士尊 在本身故事里面 曾经带了500伤人 他本身也是伤人 到外地去做生意 回来的路上是坐船 其中就有一位 起了贪心 他把其他人通通杀死 只他一个人 所有的财产就归纳一个 当他有这种计划的时候 当时士尊也也是其中一位伤人 他就说 500个人 万一都被他害死了怎么办 500个人死掉 不如我就先把他给杀掉 当时他就把他杀掉 救了所有的人 从世间法而言 杀人者犯法 但就从菩萨的角度而言 他是为救一切众生 而才怎么样 违反这样的一个规矩 从菩萨到而言 他宁可自己下第一眼 不要让他下第一眼 所以这个 为什么说 宁可带领三军价子 就不愿意再三位 法子 这个不好带 像我自己本身在担任一些 学院的一些职务 这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人家很大的考验 但是也是相对的 教学相长 自我成长 所以圣人 不求征服世界 只求征服自己 最难的就征服自己 所以 唯有征服自己 只能不为烦恼所饶 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征准 就是太多太多的烦恼 那什么叫烦恼 烦恼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业障 习气 我们习气不容易改 不容易改 医学上有这么样的一个研究报告 他这个研究报告 他把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把一只猴子关起来 然后就习惯性的 这个从右边丢个东西 反正右边一丢个东西 这猴子就跑过来 跑过来就怎么样 自然这边 右边这个地方就怎么样 有东西可以吃 每次这个主人 就从右边丢东西 猴子就跑过来 就很清楚 吃了有东西可以吃了 那时间怎么样 一久 猴子已经习惯了 主人一丢东西 我过来就有东西吃 习惯了 习惯了 后来呢 这主人怎么 有一次就开始 从右边丢个东西 猴子跑过来 没东西吃 就只是看个主人 看得像 平常习惯丢过来 我就有东西上 这一次怎么 一丢没东西吃 反正没东西上 就回去了 也就回到另一边 下一次呢 主人一样 在丢 你说猴子会不会 他一样是跑过来 他一样是跑过来 他那已经习惯了 反正丢我就过来吃嘛 虽然上一次 没东西吃 但不代表这一次就没有 已经习惯了嘛 所以就丢 第三次来丢 没东西吃 一样没有 他也是跑过来 要让这一个猴子 这一只猴子 完全改变掉 他没有接受说 东西丢 又边是没东西吃的 经过研究 必须要经过九十天以后 三个月之后 他才一丢 他本来一开始怎么样 用跑的 用冲的 九十天之后 他开始忙得怎么样 懒懒散散散的 没有不去了 都看了一下 不要习惯了 都够习 不用回去 一丢 还没有 就这样 他整个的大脑里面 就被熏习习惯了 看到主人一丢 跑过来 就东西吃 要改变这样的一个习气 这是医学上的研究 包括我们大脑 那个习惯性的区块 他必须要怎么样 在开发的一个区块 来补足 补足这个习惯 要改掉 这意义上就是这样 盯到大脑 再盯到开发一个时候 你要去接受 丢个边市没东西吃 他必须要再重新开发了 我们的大脑的 开发的区块 其实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非常的少 整个大脑区块还很多 我们没有被开发 为开发的空间还很大 可想 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习气要改容不容易 很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面对自己 我们天天在寺庙里面参加共修 甚至自己念佛 参常打坐 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改掉我们很多不好的习气 习气就是所谓的烦恼 这句话是广千老和尚 他讲的 广千老和尚曾经有 我土地去问师父 师父 什么叫业障 广千老和尚就跟他土地摸摸桶 业障就是你的习气和你的烦恼 就是业障 习气只要烦恼就是业障 习气 猴子 刚刚举例到猴子 主人丢右边 他跑过来没东西吃 你说他会不会生气 只是没有办法表达 假如换成是我们的话 比如说我们开车 平常我开这段路 时速都可以保持在90 怎么突然间 相关的这些政府单位 把它改成什么 时速只限制70 那你不知道 你突然怎么办 已经习惯了 反正这段路我都开90 开过去被照相发单 你会不会起烦恼 以前开90就不会发单 我今天开个90就什么 那就被开罚单 会不会 你习惯 那个整个意思 那我们要怎么去控制这样的一个念力 这是念头 就是降伏自己 所以在金刚经里面才有所谓的 降伏气息 怎么样的调伏气息 所以要征服自己 确实要下很大的枯弓 往往我们最大的敌人 我们都知道是自己 所以我们有时候认得是 我最认识自己 我最了解自己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我们真的最不了解的是自己 因为我们过去种种的因缘果报 过去生的缘 不知道 所以佛 才说 祂只渡有缘的人 跟祂没有缘的人 纵然 祂坐在祂的前面 祂也没办法渡他 这个成东老母就是这样 对不对 成东老母每天 都从陈边的过来到士顿这边 打水 拿水 那士顿就在这个金圣里面说法 每次经过 有人就说 你怎么不进去听佛说法 成东老母就说 那个人 只靠一张嘴巴吃饭的 我干嘛听他讲话 他会讲的我都懂 我为什么进去听他讲 他说佛陀是什么 靠嘴巴吃饭的人 我们要怎么样 辛苦工作 咋有饭吃 我才不听他说话 就有弟子去问佛 佛陀为什么不渡他 佛陀是过去生没缘 渡不了 过去生没有缘 佛知道 但是换一个角度 这个成东老母为什么 他没办法接受 过去他没解这个善缘 但是佛为什么知道 他没办法渡他 过去无缘 是因为佛知道 人生宇宙的实现 就是差异在这里 一面之间 差异就这么样的大 好我们看 所以圣人 不求征服世界 只求征服自己 唯有征服自己 使能不为烦恼所老 不为烦恼所老 是为凡胜差别 凡胜就差异就在这里 一个会被烦恼所困 一个不被烦恼所困 解脱的人 对不对 不为烦恼所困 所以修禅 就是为了征服自己 自己被征服了 才有能力 付起天下人的烦恼 很痛苦 你能够征服自己 你才能够懂得 怎样去调伏别人 这就是世尊 在法华经里面 为一大势因缘故 出现于世 为教化众生 开示物入为 假如世尊本身 没有办法体验到 成佛 究竟成佛了 这样的一个道理 他如何说 他为一大势因缘 出现在这个世界 因为他就是 他可以承担 所有众生的烦恼 和痛苦 就是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发达 要度众生 名利上是很好听 有时候想一想 我们的能力要在哪里 要怎么去度众生 佛我们不会怀疑 他是有成就者 但是我们现在初学者 怎么办 佛也要我们发大心 行菩萨道 要有大悲心 不跟人家计较 其实我们得想 熏修 这就是在熏修 虽然目前或许 没有能耐 但是 我们要熏修 不断的熏习 不断的熏习 像我们每天做早课 每天在唱诵 至归于佛 当愿众生 这不断的熏修 不断的提醒自己 不断的提醒自己 就好比妈妈在 很爱自己的小孩一样 孩子要出门 就跟他讲 一路小心 开车慢一点 其实这个道理他懂不懂 他为什么要再提醒他 悲心悲意 那我们要怎样征服自己 方法当然很多 不单单只有 参参打坐 很多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方法 那方法虽然不同 真理永远就只要一个 真理不会是只有 会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 所以 前辈法治这一段 其实蛮有说服力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整部六祖谈经里面 要谈的就是怎样征服自己 我们就可以从 慢慢的来介绍六祖谈经 可以了解到六祖大师是怎么征服自己 我们接着看 好我们看这个 第一品 行有品 行有品就是在介绍 六祖大师 他的生平事迹 那这一段 就我们现在在 学界 我们称他为口述历史 是由六祖大师 自己讲他自己的生平事迹 以我们现在来谈 叫做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 就目前的学界而言 我们又要去判断 他讲的是不是真的 真假要怎么能够区分 不是只是听他讲 就是完全接受 我们还要去做什么比对 还要去做他讲的是不是真话 但是我们要先了解到 六祖大师自己在口述历史 他需要去趁多自己很有能耐 他是一个开悟的圣者 他必须讲的话是真实义 不然他就违反佛的戒律 打忘语了 打忘语的话 这本六祖堂经大概我们就可以不用再读了 人所讲的话就打忘语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肯定接受信念 六祖堂经六祖所说的话真是不许 我们才能够怎么样 来接受更多的这种训练 当然 不禁流传到现在 一两千年的经过 当然会有一些增补 但是这个整个的增补 或者删减的过程当中 不违背真理实相 OK的 除非我们要做学术研究 要跟人家做学术研讨 要一致一致的来比对真假 假如不是我们就从很单纯的 一个学佛者的角度 要去觉发出一个成佛之道的一个过程 这样就够了 好我们看 行流品 此品是六祖会能大师说明自己的身世 他自己说明自己的身世 就是口述历史 怎么会求到 为何去学到 问到 乃至以和姻缘登坛说法 即使像我们也都会很关心 像自己的老和尚 我们也都问 老和尚 你是什么姻缘出家的 你是什么姻缘 亲近善知事的 我们也都很好奇都会问 不管是碰到哪位法师 只要有缘在一起 大概都会想要去了解他 很希望去了解到他的整个的生平事迹 他是怎么要考验 磨灵过来的 其实是很简单 很简单 像我就很 曾经问过我们院长 我们老和尚 问他 这个出家 整个的休息事情 他说他小时候也很调平 他有时候 他说他 这个 读小学的时候 还没出家以前 在生团里面 他家是住在苗栗头屋 算是非常乡下的地方 他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淇淋 冰淇淋 那类的好冰淇淋 但是他这个 他爸爸 他妈妈 要他去卖这个冰淇淋 卖冰淇淋 他买了一箱 那个类似冰箱这样 要他提了 到街上去卖 到市区去卖 卖冰淇淋 但是他就怎么样 自己也喜欢吃 他就说冰淇淋都没有人 没有人他就自己 拿一个就开始吃 怎么都没有人买 再拿来吃 结果一支冰淇淋都没有卖出去 等于他回去的时候 空空的 钱呢 都在这里 一个人把所有冰淇淋 冰棒都吃光就多了 没人买我卖冰淇淋 没人买的 没人买的 他就这样很单纯 我就想吃吧 看他吃不到 很辛苦 这简直 后来就是 特伯母家里就觉得 这个孩子很聪明 又调皮 就把他送到法文寺 这个苗栗的大福 法文寺 去那边亲近道长 然后 当时燦弓 跟他们都蛮爽的 跟他这个 跟法文寺 他是法文寺派下的 就觉得这个小三名 可以被培养 就跟他讲你可以出家 他就出家了 他就是有善知识 参公 我拿到他就在法院室里面 当然不是参公剃度 但是参公常去指导他 还有他 剃度生了小三名的时候 是参公带他到福利园去读书的 所以 这个亲近善知识是蛮重要的 一个小孩子 当时这么小的年纪 能够碰到善知识的引导 而且跟他讲 就出家了 你可以去读佛学院 他就读佛学院了 不起恶心 我们现在要鼓励人家读佛学院 我考虑看看 师父我这时间还没够 他自己最了解他自己的时间还没够 不知道他当时什么时间还没够 所以有时候觉得 师父我时间还没够 自己能够了解到自己的时间 那就不用烦恼了 对不对 我们就是怎么样 不敢直接讲说我现在没想要去 只能够 讲好你 觉得时间还没够 其实有时候是一个很叹吐 但是这一段 在六祖堂经一开始 六祖大师就先介绍他自己 因为其实人家也会问 他刚才自己就先讲 他怎么样的学佛 怎么样的去 亲近善知识的种种过程 然后他又说了 以何因缘的登坛说法 是什么因缘登坛说法的 怎么样开示求法的佛地子 佛子 尽于现代人的著书 律书 预先写好的知识 当然在其他版本里面 得意本 这其他版本里面 他的名 中名物 法传一品 他不叫形优品 他叫法传一品 就是五祖怎样把法传给他的过程 他就不叫形优品 当然内容也是大同小异 显示自己怎么样体悟真理之法 那五祖宏人大师 是怎么样传授依法给他的 传授依法 为什么要谈这一段 别人传法很简单 就大殿里面怎么样 和尚登坛就传法 他是三更半夜的 你说这个事情要不要被记录 当然要记录 假如他也是和我们现在一样 就在大雄宝殿 和尚登坛 就这样传给他一波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都一样 就是应该他跟人家非常特殊 必须要谈这一段 来凸显出他的整个 修行的艰苦的这一面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 又介绍了 这个红忍大师 是怎么样传说依法给他的 以及新圣 新圣本名为缘起说法门 这是当然不同版本 他就叫做缘起说法门 显示开展说法的因缘 欲知这一切 当于本品求 明白会了自述 就解六主是怎么样的得法 不要信任其他各种不同的传说 所以刚开始 一开始跟各位来说明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六主大师本身是一个得道的高僧 所说之话是真实的 不用怀疑太多 不用怀疑太多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经文 开源说法 开源说法 第一个 十大师至宝林 勺中为赤使 与官鸟入山寝师 出于城中 大饭是讲堂 为众开源说法 师身座赤 赤使官鸟三十余人 庐中学士三十余人 身泥倒数一千余人 同时作礼 愿闻法药 这段其实汉龙一般在经文里面 看到了什么 佛常随众一千两百五十人 菩萨 还有什么 天龙八部 其实我们并不华语 但是这段话 就在当时唐朝而言 包括官僚 还有儒家 道家的一些学士 会去听六祖大师说法 对 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我们所知道的 六祖大师认识之不多 那些儒家思想的 各个是什么 知识分子 去听一个世之不多的说法 对他人也灭如光 当时这方面的区隔是怎么样 很强烈的 尤其儒家思想在这方面 当我们不是批判 在那一个时代 你要他这样放下 不容易的 你看我们中国古代来 我们的阶级是怎么分的 世农工商 读书人永远都是最高的 世农工商 商人摆在最后面 那现在的时代是怎么样 企业家 生意就是怎么样 大家非常向往的 大企业家 生意很好 可是 我们早期古代的这个阶级的分类 世农工商 读书人永远都是很高的 所以六祖大师讲这一段 其实我们要把这个时空背景 稍微怎么样 回一下回到唐朝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当然觉得没什么 但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很了不起的 很了不起的 时就是那个时候 大师到宝林寺 他来到这个宝林寺 我们看这个白话 白话的解释 不论佛或者祖师 乃至宏中也叫做诸大善之士 说法必有固定的时间 说法必有固定的时间 开头指出时这个字 就是在文中 并没有很明显的指出是什么时候 那等于在佛经所说的意思 那一个时候 就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十成就 那当然在六祖壇经 有相关的学术研究 有把他的时间甚至都把他研究出来 说他这个时候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唐高中一凤二年 大概在西元六七七年的春天 这就是我们学术研究的成果 假如没有学术研究 我们只看这个时 我们大概不知道 我们大概顶多了解到唐朝 但是学界还是有学界的贡献 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贡献 他们的贡献就是帮我们研究出 大概是在唐高中 一凤二年六七七七年这个春天的时候 那个时候 大师 大师这个德号 我们在除了佛可以称为大师以外 很少可以被尊称为大师的 一直到六祖有 很多我们都称为比丘 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比丘和比丘之间的称呼称为什么 大德 比丘你和比丘你互相称呼称为大姐 大姐 比丘和比丘称呼为大德 所以我们 各位假如有说五戒 去说八万三戒就知道 都会称什么 大德一心念 对不对 有没有念大师一心念 没有了 是大德一心念 那这个大德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大德是德会具足的尊称 所以大德这个尊称 不能随便的使用 不能随便的使用 不能自己支撑自己是大师 这个 违犯禁忌 不行 我们现在顶多称为长老和尚 就已经代表他德高望重了 被尊称为大师的恐怕不多 恐怕不多 我们了解一下 大师是德会具足的尊称 严格来讲 如今所说 为佛义人成为大师 为佛义人有资格成为大师 因为他福慧具足吗 福慧具足 后来各宗学者 会尊重本宗的宗主 本宗的宗主也就称宗主为什么 大师 像慧远大师 慧远大师 我们这个进度中的初祖 我们就这样尊称 因为 这是为了尊重 这个宗主 而称他为大师 没有相当得学 不能善为教界学徒的 不堪为世人的谋犯 不够资格称为大师的 不够资格称为大师的 我想这个佛教界的这个 这个比丘们啊 大姐们大概都知道了 大概不会自己 我们其实我们 我们中国 我这个长久以来这个很好的习俗 就是所谓的领导师 都不会自己怎么样 把自己怎么样 太高 自己只称为大师 早期是不会 现在到底会不会 我 我就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不够资格称为大师呢 我们这个就是呢 不能成为世人的模范啦 那现在大师的尊称 已经怎么样 犯烂了 我想这个 道远法师 还有这个 远白法师呢 他们那个时代呢 他会讲这些都 我想他有他的感受啦 那我们现在这方面的感受 大概已经怎么样 比较少 为什么 其实现在很多的 就是深重的什么 接受佛学教育的 都比较清楚了 也都比较了解 这方面相关的称呼了 不会自称为大师 那 远白法师啦 道远长老啦 还有一顺导师他们 在那个时候 常常都会有 这一类的称呼 包括一顺导师 有些人都很反弹啦 为什么称他为导师 我们称为导师 是三届导师呢 世尊慈悟才称为导师 他何德何德 因为曾经有人这么批评 但是后来怎么办 佛教育的 比丘大德啦 佛教育的这个 教育长老呢 都 都蛮认同 他是我们当代佛学态导嘛 是从这个角度 而称他为导师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现在大概在某方面的称呼 我们是把他 这个判定 大概 向往他哪一方面的成就 所以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 必须要了解到 像我们现在佛光山 我们 虚灵大师 现在大家都 这么 绝大部分都是这么称呼 包括佛教界的法师 也这么称呼 像 我们这个慈祭 你这个称为什么 正名上人 这样称为什么 各用宗主嘛 大概我们没什么太大意见了啦 大概没什么太大意见 至少佛光山也好 慈祭也好 他们在佛教界还是有他们举足轻重 还是有他们的什么 他们的德行 教化 这方面的功能在 这不可否认 除非是什么 这个 对佛教既没贡献 都只搞破坏了 这称为大师 恐怕就引来很大的反弹 像佛光山 慈祭 因为我们这个 圣灵法师 他这方面反而就比较低调了 他还是只要人家称呼他法师 也不要人家 他也不希望人家称呼他为长老 或者是大师 我就是一位出家 出家人 就称我法师就好了 他就这么低调 他反而这方面 我蛮敬佩我们这个圣灵长老 我自己就称他为长老 他德高望重 但是他不要人家这样称呼他 你们称我法师就好了 他就这样 很客气 很客气 当然这个 圣灵法师在那时候 他们有相关的一些 一些体会 因为那时候确实是蛮泛滥的 哇 自己自称导师 自称大师的 蛮多的 蛮多的 或者自称有禅师 现在反而称禅师的 大概没有了 我们 现在有没有谁称为哪一个禅师 有啊 就 尿天禅师 还有 虎言禅师 这是 真理性比较大的 我们不说他的好以外 真理性比较大 那佛教界的长老 这个 在修行上 有被公认了 有没有 被称为这个禅师 自称禅师 大概没有 我们 绝大部分都称他为老儿上 像广亲老儿上 一行禅师 一行禅师 我们说在台湾 他人现在在法国 法国巴黎 不一样 当然他那时候有他的责任 那时候 这个越战的时候 他整个都逃到那边 而且带领了整个越南的佛教徒 法师 就是怎么样 凝聚了一个相当的力量 而且他本身 也是有在禅修这方面 有很大的突破 所以大家称他为禅师 不为过 不为过 至少人家在这会有成就 没成就自称禅师 恐怕这个 就交给英国就好了 我们不谈了 所以这个 有没有法师说 现在称这个大师的 犯烂了 犯烂了 所以 不管自己有无得许 只要自封大师 信众跟着高喊 就成为大师了 自称大师 难道信众也高喊 大师大师就这样 就这样 因而 大师也成为 神人的通称 还有自封无上师的 金刚上师的 什么佛佛的 或者什么 现在佛等等之类的 各个尊敬自己 以为真的是很伟大 或者是甚深 别人听了就可能 做 这个不一定认同 那自己 也阴着脸红 自己这样被称呼 大师 也就是什么 很惭愧的 此次所称的大师是指六祖 那这一段 我想是远北法师 他写这一段 我相信是他个人在 在当时有相当大的体会 尤其他这一部 《经》是在新加坡 那新加坡 所讲的这一部六祖 《谈经》讲解 我们要了解到 他本身是从大陆来到台湾 又从台湾到东南亚一带 所以他看的四面非常的广 尤其那个时候佛教 整个的佛学教育 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推广和新生 都怎么样 自己搞自己的 我认为自称大师又怎么样 大概有这一类的情况 蛮多的 所以 远北法师主教师告诉我们 大师 其实是福慧居住的人 才能够足以成为大师 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 所以以后你们出家 不要自称大师 你别说我没教 这是了解一下 六祖大师到这个宝林 宝林就是现在的广东城 韶州府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了解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多谈了 我们把握时间 我们看下一段 六祖到宝林 这个地方到宝林前 生育已骗全国 六祖大师在到宝林之前 其实他的整个怎么样 声望 就已经怎么 传开来了 他到宝林之前 为什么 因为他的事情被揭发之后 他后面会谈 他三更半夜的逃跑 然后又在野人 这个跟野人一起生活了十多年 那段时间后来 一些相关的一些事迹 包括这个加沙人家搬不动的 等等这个事迹 这个整个的民生远步 民生远步 所以六祖 其实他在讲这一步 六祖谈经之前的 你整个的声中 都已经怎么 过了 那为什么要讲这一段 他的民生 既然都已经 声明远步 他需要再自夸自己的修行 到什么程度吗 不需要 他只要很老实的 很朴实的 把他的整个生平事迹 把他怎么样 铺陈下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做什么 太多的什么 伪装了 所以 也没有法师讲这一句话 其实要让我们了解到 他在这 在讲六祖谈经之前 是有相当成就 在整个举国上下 都有相当的地位了 他的生意已骗全国 为佛教人士所生之而尊敬的 换句话说大家都接受 他是六祖大生的 在之前有没有人被接受 其实真意还很大 他甚至被追杀好 在谈经里面我们会讨论到 甚至被追杀好 那这个时候其实 大家都公认 大家都公认 为什么 因为 包括武则天要请他到朝廷供养 他都不要了 自称生病了不去了 皇帝召见 没在心 因为我们现在 哇 众口给他摔一摔 摔一摔 六祖大生有没有这样 他只告病不去 皇帝会不会把他给杀 不敢 为什么 国宝集的 他敢动他一根寒毛 我想会引起全国上下的反弹 很震怒 所以他顶多就称病不去 也让皇帝有个台阶可下 其实就这样的一个雄风大志 以我们现在的修行人而言 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榜样 这才是真正的了解自己 这才是真正的了解自己 我非常欣赏这样的一个修行风格 而且也向往之然 好 我们看 六祖大师到宝林寺 立刻围韶收赤士与官僚 入山寝室 他们要请六祖大师到 亲自到山上去 请他出来说法的 这是非常非常尊重 而且非常有礼貌的 非常有礼貌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六祖大师出山于城中 我们知道宝林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南华 现在是在深山里面 在早期都是山上 现在当然交通各方面很方便的 在早期真的是所谓的 这个名山深战多 大概都是出家的都住在山上 就是方外之士 所以这个 赤士官僚就到山上 到丛林里面 寺庙去请宝主大师出来 于城中大范式讲堂 在这个都市市区有 这个所谓的大范式的讲堂 为大众开源说法 要请师 要请师 要开源说法 那赤士是官员 唯一周的主管 唯一周的主管 那其他 其地位呢 也等于我们现在的府衙 把监察与省 类是现在的监察 监察委员之类的 或者监察官 专门 专门负责举发 在政府服务 违制犯法的官员 此一官名是西汉五帝 西汉五帝的时候 所成立的 所立的这样的一个官位 为监察官的性质 掌握一周的军政大权 在此呢 专指 这一位 尾刺史尾巨 一个人 他当然只让我们知道 他的官位 其实当时 有这样的一个官员 愿意去听法 而且是他亲自去请 不简单 真的 但是在唐朝 全国上下 包括连皇帝 都是信佛者 我想地方官员来学佛 应该 并不会觉得怎么样 很大的一件新闻 假如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台北市长 可以公开来讲说 我现在就是佛弟子 也什么 受战将菩萨界 我想也是会有很大的震撼 举例来讲 举例来讲 我们想这个新闻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炒作了 但是现在仲然是 现在仲然是个佛弟子 也是个菩萨界的弟子 仲然是也不一定会讲 为什么 时间医院变化太多了 真的是变化太多了 真的是变化太多了 不讲或许还很低调 一讲好很多被攻击 也不一定 因为整个时间 和你前不一样 以前可以 我是佛弟子 觉得很光荣的 其实为什么不敢讲 这个因为自由 宗教信仰要自由 你不能太标榜 什么之类的 有时候 到底要他们怎么做 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很大的考验 那我们要了解到 在这里是讲 那时候 可以看得出唐朝的官员 当时韶桌赤史 但他的传记 并不怎么样的明白 当然这个地方史里面 并没有很详细的记载 只有在中国禅宗史 也是英顺导师他所说的 这一段话 他说张九龄 张九龄 驱江人 传 故韶州司马为府 君墓至名 大概现在以前都是一个 大概是那个墓碑之类 有稍微记载这样的写 说这个为司马 名字不详 在郡数载 在那边好几年了 足以官舍 就这样 开元六年冬十二日葬于故乡少林 就这样 大概就很简单 并没有很详细的记载 这极可能就是所谓的 维持史 就可能是他 他并没有很确定 因为时代久远 没办法做很详细的确定 那开元七年 葬于 葬这个 韦司马在郡的时间 正是惠仁晚年及密度 唐代官至每周历赤史 而司马为赤史的主 所以他就要谈 和这个惠仁大师在说法 这个六祖谈经的时代是 是可以稳的 所以 殷孙老师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 真的是非常有 有这个 所谓的说服力 他不会找一个 跟他 跟六祖大师 这个怎么样 这个好像时间上都没办法怎么样 拉近了 他讲的 这一位 确实有这个人物的存在 所以呢 代表 尾赤史 这一号人物 曾经 到这个 保林 这个地方去 请六祖大师出声说法 至少有这一个人 是真正的 所以这个 可否认的 所以那时候 玉顺导师为了证明 六祖谈经是六祖亲口所说法 他费了很大的 直接的 把中国禅宗史写出来 不能那时候 真的上个礼拜 就稍微介绍 六祖谈经非 六祖亲口所说 他对我们佛教而言 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震撼 没有人敢反驳啊 说是法海写的 法海说的 法海说的 不是六祖说的 法海说的 和六祖说的 那差很大 他真的是差很大的 所以 在这一段 我们了解到了 这个 因素导师的用心 好 然后我们再看 那这个 那这个 倒数第三个下面 这里 魏俊认司马的时候 或设计 赐使 谭今 就称之为赐使 就称为赐使 就这个原因 这是一顺老师的推测 推测 他这样的一个推测 我想这有他的说服力 好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好 好 我们翻过来 勺多这个地方 是水文帝开往九年所立的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下一段 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 大师进入讲堂 他从这个保连勺 请来到这个讲堂 我们看第二段这里 进入讲堂看到堂内 堂内 坐无虚席 等待文法的大众 敢于大众求法兴切 立起身于他们所肤设的庄严 说法的坐姿 这就是所谓坛经的内容 坛就是什么 登坛说法 说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 譬如说我们受戒 叫做戒坛 我们忏悔叫忏悔坛 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坛场 那六祖坛经呢 是代表的六祖是什么 他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 有一个仪式 有登坛说法 登坛 所以我们现在要受戒有所谓的戒坛 那戒坛有戒坛一定的仪轨 还有他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建筑 什么样的规划 有一定的 就是这个坛 这个他称为坛经 称为坛经是这样来的 是他身作说法 不是私下跟人家讲的 好 所以他看到这个堂呢 作为虚型就身作了 本于慈悲心 而为大众所法 那为开示前呢 听法大众呢 欲余佛法应有的理解 就是寝师等等 像我们现在在做法会 很多的这个仪轨 包括我们现在在寺庙里面的什么 这个武功啊 佛前大功啊 一些大型的法会 都有所谓的寝师 代表一种虔诚 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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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韦师子他们 不是理解的 虔诚诚 虔诚 一般官僚 三十余人 还有呢 鲁中学士三十余人 还有神灵道首一千余人 神众 比丘比丘你这个一千余人 这个我们不觉得奇怪 但是有这个卢道士呢 就是当然就很特殊了 很特殊了 好我们看 他们呢 同时呢 齐相大师自成 头面作礼 并且呢 一同表示 愿魂大师所说的法要 他们都是 包着一份非常恭敬虔诚的心 要去听法的 不是我来听看看 好听到听不来听 要来回来 不是的 是非常非常恭敬的 一心求法的 就等于呢 佛经所说的 愿要欲文 好吗 或者是说呢 我等要文 大众如果没有 没有愿意听闻佛法 我想 就是大师也不会说了 一定是要什么 所谓的呢 恭敬心 一切法都在恭敬心所求的 所以大师呢 看到大众这么亲人 他当然会为大众说法 不然有所谓的 例子人心 建训成否的 豁然领悟的正法要因 那为什么要向大师 请求 开源说法 这个 现在大师到了 真是如饥如渴的这种 愿魂 想要这个三知识难闻 尤其在唐朝这个交通 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要集合在同一个地方 一两千位要听法 没那么简单 真的没那么简单 这个 可以说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 盛矿 唐朝 唐朝呢 创造了很多佛教的盛矿 包括淫佛牙 最早淫佛牙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盛矿 那前几年我们台湾不是佛矿山也举办一个淫佛牙的法会吗 那盛矿也很大 但是比不上唐朝的淫佛牙的盛矿 那个都有相关的史料记载 这个有兴趣可以去查阅 好我们看 大师这次开源说法 有两大特色值得我们一提的 这是典贝法师有提出来我们看一下 他说在一千多年前的广东交通是那样的不发达 行路是那样的不容易 既然有一千多人来听闻大法 除血是文法者要求正法 不能不说六主的规则是怎么样的感人 以我们近代而言 早期这个陈天坛是 有没有像现在的路况那么好 我所知道的是这个路很小 一步车要上去就觉得有些困难 那时候去请亲近老和尚的人 路易不绝 很不简单 现在更不用谈了 现在这个老和尚虽然不在 可是他的人 他的德恨 他的福报因缘 到现在你看 曾经还是跟三人去仰慕老和尚的这个 他的种种的一些事迹 所以有德恨有修行 自然就可以感受感召很多很多的这个历史 所以在那个时候不得不承认六主大志的什么 唯德力 唯德力 好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佛教刚传来中国不久 唐朝其实佛教传来中国并不久 并不久 短短的这个一两百年吧 数百年了 并不久 有时呢还要受到儒道两家的压迫 在唐朝也受到儒家的压迫 韩玉就是了 韩玉就 就曾经写出这个 这个一些观念毁佛的这个 一些一些建言 大概我们佛教的三五一中的第一个 这个威武帝他们就是所谓的受到这个道家 道教的一些 我们现在的形容叫什么 妖言惑众 马上皇帝一生殿下就把佛教给灭掉了 是这样的 他当时是受到帝王的这种 权力的管理 但是在这里呢 他说佛教刚传来中国不久 还要受到儒道两家的压迫 儒家常以孔孟学里来攻击佛教 这是我们在佛教 在唐朝的一些 这个历史里面是常常可以看得到 是常常可以看得到 还要以孔孟的学里来攻击佛教 说佛教不合中国的国情 为什么外来宗教很简单 他说佛教不是我们本土的 是怎么样外来的 那时候也吵得很火热 外来的 所以他用这样的 不合中国的国情 严格的与之保持相当的距离 更不可以让人民接触佛法 信奉佛教 到家有时也要与佛教较量理论高低 甚至召开群众大会公开的辩论 这是那时候是常有的 那时候是常有的 那在这方面呢 一些事迹我们可以去看看一些 这个佛光三流出本一本叫做唐朝的佛教史 唐代佛教 里面有相关的记录 我想在这里就不多谈 但是 要说出一个 我们佛教 在唐朝是可以说是圣唐时期 佛教非常的兴盛 但是我们佛教 从印度传来到中国 改革最大也是在哪里 也是在唐朝 为什么 包括我们这个生物 其实我们这是唐府 唐朝的衣服 那他们就说佛教 从印度传来到 跟中国的国情怎么样 不符啊 譬如说我们传来这个南传的 现在南传传来这个驾沙 你说要工作出坡怎么出坡 这驾沙皮肩 对不对 弯下去就绕了 你光这个 弯一下药 就弄一次驾沙 根本没办法出坡作物啊 更不用说脱坡起实 你在中国 你脱坡起实是什么 这很早在唐朝的时候 也没办法被接受了 所以在唐朝才有所谓的 马祖建道场 百丈地清规 各位应该了解到这样的一个 佛教的一个 常常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马祖建道场 佛教既然要在中国发扬光大 必须要生根 那生根就好立足之地 那立足之地必须要怎么样 要改革 那改革变成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佛本身就有自戒嘛 对不对 佛教有佛教的戒律嘛 那现在很多的 佛教的这个戒法传来到中国 变成不适用啊 那不适用 你都唯有佛出现才可以改掉 戒法里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嘛 包括您开悟的主事大德 可不可以改 不能改耶 我们的比丘界 我们长期来到现在都从没有更改过 没有人敢改啊 唯佛出现 唯佛出世才能自戒 那时候来变成要怎么样 要有一个所谓的随方毗离 佛有说过有所谓的随方毗离 随着不同的地方毗离就是戒法 制定的那样 可以相容的一些戒法 但是不为佛教的精神 是可以变成说的 那当 但是在我们唐朝的时候 面临很大很大的考验 不是只有一两条戒的更改而已 包括身符 山里一波耶 出家里山里一波 穿个长衫 可以代表山里吗 那时候必须有什么 我们里面要穿个短裤 所以 你看我们这个出家法 天气再热 里面还是得有个短裤 不能说太热 短裤怎么样 不穿 那人家会很 在身头里面可能就会被修理 这是贵箱 不能说天气太热 里面这个短裤 不穿不行 外出就穿长衫 所以我们这个就 类似等加沙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福田里的这种表象 所以有改革 那 这是 从身符的改革 再来 脱波 在中国这个佛教法师脱波 都脱不到食物啊 没得吃啊 而且怎么样 我们大臣佛教的非常重是怎么样 素食嘛 吃菜啊 可是在印度是怎么样 居士供养什么就吃什么啊 但是我们 法师最多不 哇 脱到昏死回来 又不能吃 知道怎么样 自己要怎么样 厨房嘛 自己要厨房就怎么样 自己种菜啊 所以才建造上 所以开始展现了我们唐朝很有名的 叫农禅 农禅 生活 法谷山也就是彼此这样的一个 一日不做 一日不死的农禅 生活的 所以 所以 所以法谷山称为农禅士吧 是不是 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纪念性 所以 代表他 这个 法谷山的修行 道风呢 就是以禅 为红阀 为红阳佛法的一个 一个主义 当然也有相对的 包括念佛当然都有 但是 主要的修行方法就是在禅修往念啊 我想这是 有他的象征 所以就开始改革了 那建道场 那道场里面呢 摆上就必须 摆上立青柜里面就开始怎么样 一间寺院就必须要有住持 要有维挪 要有很多很多的相关 直接就这样被称呼出来 所以这一些 像住持和尚啊 维挪师啊 知客师啊 当家师啊 典座行堂等等之类 就只有我们中国佛教有的特色 你在 在 柬埔寨 在泰国 他们都不知道 是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们来到我们这里 要学习我们大神的法法 还要了解到 像比如说简单来讲 厕所就讲厕所嘛 你讲禁房 他听不懂 我要去禁房 禁房在哪里面 找都没有啊 但是一般是 像 没有学佛的 你跟他讲说 他没有接触过我们佛教 的相关的一些活动 你跟他讲禁房 你去 居士家跟他讲 你禁房 禁房 人家借我禁房干什么 什么是禁房 他也搞不懂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那一些清规 代表就是 随方便宜了 所以改革很大 所以也因为这样 佛教的很多 很多的变通 所以在整个的堂堂 融入整个的社会 所以现在 我们会不会再说佛教是外来的宗教 不会啦 你的整个的制度 包括生活方式 都改了 但是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这种体验 不违背 真理的修行 所以唐场 你看祖师辈出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 百丈禅师啊 他就主张 一日不做 一日不死 到八十几岁了 还在工作 不做就不吃 所以我们现在 在寺庙里面 做早晚课 就是对性重乐的 感恩 还有回响 但是 在台湾这方面 恐怕 不像大陆 土地 比较宽寡 还可以种餐 现在寺庙中在恐怕 没地 找不到地方 台湾就这么小 这么这么小 那只是要让各位了解到 我们整个的唐朝 我们佛教的改革 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呢 到现在 我们整个的 我们现在所谈的 中国佛教 其实很多都是 怎么样 从唐朝佛教的延伸 从唐朝佛教的延伸 这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唐朝之前 我们整个佛教 基本上还有很大很大的 那种改革空间 一直到 一直到 这个马祖建 建道场之外 出家的那 到圣山里面去 而且都 都住山上 都从灵制度 不会像 印度这样 印度的佛教法师 印度的比丘人 住哪里 树下 住个两天三天就换了 两天三天就换了 居无定所 出出无家 出出家 就住过那种生活 那马祖就改了 这样出家 太辛苦了 删了一波 后来又改成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 所谓的 藏物 百物 藏物 因为日常生活所需 都可以 但是要做尽 不能太多 整一个 那当然有很多的 这个叢林规矩的字 都是在唐朝里面建立起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 基本上所谈到的 中国佛教的寺院 绝大部分 就是以唐朝当时所 传承下来的一些遗轨 来做传承 那现在反而呢 实行最彻底的呢 反而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在日本和韩国 尤其禅唐的这种规矩 那我们现在有慢慢的 在复古的这样的一个 活动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反而可以看得到的呢 都是在日本和韩国 反而比较多 简单来讲 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中国佛教史 是谁帮我们写的 是中国佛教法师还是日本人 是日本人写的 中春园 还有这个 连田茂雄 他们研究了中国佛教史 就是由他们写的 所以他们最了解我们中国佛教整个的发展 那为什么 因为在唐朝的整个的发展 现在在日本还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日本的佛教 其实我们现在就称到什么 仿唐式的佛教 所以他整个的建筑就是唐朝的建筑 所以我们现在呢 有些道场呢怎么样 比较回归到唐朝一些建筑 我们都说他是日式的建筑 其实不是日式的建筑 本来就是我们唐朝的佛教的建筑 我们首先听着说他是日式建筑 本来就属于佛教唐朝当时的建筑 唐式建筑 所以我们那就仿唐式的 可是我们一看好像是日本 不是 日本本来就是仿我们唐朝的 我们现在是仿我们自己本来所有的寺庙 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是仿日式的呢 不是的 因为我们是回归到以前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现在有一些寺庙就干了像仿唐式的 这是我们比较了解到 好这是这一点 那我们接着再看 当时的这个道教 也都公开了跟佛教的辩论高听 不用说在思想理论里尤其是真理 无论如何的辩论不过佛教 因而道家更加痛恨佛教 想尽方法要扑灭佛教 这确实是在历史上都有一些相关事迹 包括我们的毁佛事件都是这样一起来的 特别是南北朝时期 在第六世纪 道家没有办法 竟然借用帝王的权力 彻底的消灭佛教 如所说的三五灭佛的运动 所以说原因很多 但道教土在帝王面前煽动 可说是主要的因素 主要的因素 当然那时候佛教内部有一些状况 那道家就趁机而入 趁虚而入 就煽动 毁佛世界就这样来了 就这样来了 好 这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翻过来看 可以感受到是 当时一两千人来听六祖大士说法 是被他的威德力给感受到的 像我们现在在打禅期 打佛期 多敌不开介绍广见老儿上 威德力到现在还是什么 存在 还是存在的 好 那我们来看 大师告众约 大师就跟大众说了 善知事 菩提自信 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 只料成佛 他一开始就开宗明就讲这句话 他整部六祖谈经的内容 都是扣紧在这些内容 在说明 菩提自信 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 只料成佛 很简单的几句话 可是内容非常非常的深 不容易了解 光这个自信 佛教的整个的教理教史的发展 我们佛教的发展有两个主要的这个 发展的过程 又叫什么 教理 教史 教理 又叫什么 教史 佛教史 佛教史 佛教的这个教理的演变 比如说我们大臣三系 有所谓的信空学 有所谓的维世学 还有所谓的这个儒来章学 正常系 那佛教史的演变 有从小城佛教 这个原始佛教 演变成为布派佛教 演变成为后来的这个所谓的 南北传佛教 甚至后期的这个秘密大臣的佛教 是所谓的教 但是这个教理和教史 它的发展是什么 环环相扣的 环环相扣的 比如我们现在在谈这个 秘密大臣佛教 就是所谓的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 藏传佛教 那藏传佛教 不是现在流行 在唐朝有有秘密 教在唐朝也很兴盛 不空和尚 在唐朝也是一个大法师 那日本有很多就是什么 所谓的唐秘 东秘 也很多很多的派系 教史教理的发展很多 光这个自信 我们佛教在谈的这个自信 说法就很多种了 信工学的说法 维师学的说法 和如来当学的说法 各有它的什么 立足点 但这些立足点 你说谁讲的对 没有什么的对错 他们都是 却取了佛教里面的一些进化 这是什么 加了一些修行的方法 就好比 本来是 比如说这个是 牛奶 纯的牛奶 一瓶 那现在它变成 把它分为食品 对不对 它分为食品 然后加上一些 一些你喜欢草莓的 叫做草莓牛奶 你喜欢柠檬的 就是柠檬牛奶 巧克力牛奶 很多原料加上去 但是 这个牛奶的成分 有没有消失掉 并没有消失掉 它只是 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因应不同的众生 它只是被 被夹了一些 適应当时的众生 所说的 但是我们不能被扭曲 不要被扭曲 所以有人说 信空学究竟 为食学究竟 还是如来当学究竟 能够让你感应 而且获得解脱的 了解你自己的 那个就究竟 对不对 你不能说 我学为食学的 你让信空学不究竟 我学如来当的 你为食学不究竟 不能这样 佛教最怕的就是 自己攻击自己 世尊爷在林路涅槃有说 佛教的灭亡 不是自己灭亡 不是被别人给消灭是怎么样 是自己消灭自己的 是吧 狮子生中虫 狮食狮肉 别人会不会欺负到我们 不会的 你看佛教 发生到现在 你看 尤其前几年的 这个新兴宗教的成立 那时候 我们佛教界都感受到 很大的 一直怎么样 威胁冲击 哇 你看这个动不动 就好多人在护持 可是我们佛教会不会因此又怎么样 衰退 不会 反而新兴宗教的 新盛很快 但是怎么样 消灭也怎么样 消失也怎么样 也很快 像在民国七十年 七十五年左右 那时候 有所谓的现代禅 很多很多的一些 哇 新兴宗教的崛起 那佛教 佛教其实在那一个时候 也是最盛 但是新兴宗教的新盛 也是最多 为什么 其实我们就不能只单独 从修行 或者从宗教的角度来看 因为那个时候 它很多很多相关的因缘条件 因为那时候整个台湾的经济 在什么 起飞 人民生活过得去 才有更多的时间去怎么办 护持更多的宗教信仰 民生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管你佛教到家 我管到的够没办 因为这够很重 那是很实际的 所以相对而言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那一个时候 我们整个的台湾的经济是怎么样 在成长 而且很快速的在成长 一直到八十年 整个的佛教是什么 顶盛时期 顶盛时期 那不是只有佛教而已 包括其他的宗教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但是佛教可以坚持到现在 不管它在整个的社会经济 是在稳定成长的时候 或者是在衰退的时候 佛教基本上 它的整个的教理不受影响 它是经得起考验 经过历朝历代 佛教有没有消失 会不会说我们的教主 不叫施教蒙尼佛了 不会的 所以我们这是必须要肯定的 好 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 但是呢 佛教的演变当然有很多很多教理 但是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角度去评论别人 像我们中国佛教有八大宗派 比如说我禅宗最究竟 禁途中就不究竟 那你学禁了 说禁就究竟禅 禅宗的人不好 不要互相攻击 那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谈 其实在佛教在新圣时期 这种现象常常会出现 互相攻击 这个是最不应该的 我们要懂得的 让你去包容 去学生 这才是对的 不要让人觉得我们佛教是一盘散扎的感觉 好 好 你看 文法大众离作后 六祖大师立即就告诉 天文佛法的 愿文法要的大众说 善知识 这个 六祖大师还很客气的 称来天法的人 称他为善知识 代表他很谦卑 很谦卑 一般善知识 大概 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大概都称为居士菩萨 然后大德 在唐朝 让祖师大德称为善知识的 那恐怕不多 恐怕不多 那为什么他这样称呼 我想这种 六祖大师的这个 他的用意 他有他的用意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点是 他非常非常的谦卑 没有所谓的 康高我慢的这种表现 越是有修行 他越是怎么样 谦卑 这是我们要了解 好 他说善知识 菩提自信 本来清净 但用此信之了成佛 那善知识 本是学人所因清净 具有得志的贤胜 我们常常都鼓励自己 鼓励信中 都清净善知识 对不对 清净善知识 好 那 我们应该看 或是怎么样 堪理教导学人 修出善法的明师 他这个明师很重要 是日月明的明师 不是明历的明师 这个在远培法师他 他会讲 他写这一段 大家都把他去记明师 这个明师 这个明师 差很多 他一叉就叉 一叉八千里 叉很快 明师可以知道我们 很多解脱烦恼 这个明师恐怕 并不是知道我们解脱烦恼 他可能有很多很多 负面的 因此我们更应该了解到 这个 所谓的修行 不是在看脑袋 不是脑袋 真的要能够提起 提起 道心 能够提起道心 好 帮我们开看 这里是指专职 听伦佛法的大动 这是六祖大师的谦卑 可见六祖大师 对无言法者 是多么的尊重 这是相对的 大家尊重六祖大师 六祖大师相对也会尊重 听法者 今天假如听法者 对六祖大师不恭敬 你说六祖大师 会称呼他们为善之士吗 我想不会的 这是一种什么 相对的 所谓的感染力 今天你是不是对六祖大师 有虔诚有恭敬 其实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那样的一个什么 表现 相由心生 你今天恭不恭敬 从言堂当中 从言行举止当中 其实都可以感受到的 所以六祖大师 一进入到法堂的时候 深作的说法 就看到大众 这么样的欢喜 要进入佛法 他就说三知识 是那种 那样的一个画面 各位可以去想象 那个画面 你 假如六祖大师 既然大家 摸这筋 我看他 大概也不会深作了 他说 你这么多 我没用 我先来走 大概他就会这么说了吧 但是他其实感受到 大家那种期待 那样的一个 一个感觉 那样的一个力量 那种 那种 欢喜 有没有 百度腰就好 对不对 小孩子啊 婴儿啊 但是 就麻麻苦令 咱咱咱咱咱咱咱 他看到瘤蓝 是怎样 那种欢喜 会假不 不假 就那么真 就那么样的纯真 其实六祖大师 也是感受他那样的 一个力量 所以才说那三知识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看这个 经典的时候 要稍微 那些画面的感觉 才会 避震 才会避震 好 我们来看 六祖大师 那是对听法者 文法者 很尊重的 很尊重的 以所亲近的 三知识所 在佛法是极为尊重的 因为 常要行者 多亲近三知识 学人亲近到 一位大三知识 可说是学人的善根所感 那亲近三知识 容易 真的不容易 尤其刚刚举例的 在整个人 环境 经济 在稳定成长的时候 五花八门 像我们中国文化 诸子百家 你看思想都不多 思想真的很多 可是真的被流传下来的 好像剩下不多了吧 现在大概都只是变成历史上 一个什么 一个哲学家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现在真的被流传下来的 但是真的不多 那以我们现在来谈 要亲近三知识 除非你数世三根 不然啊 要亲近三知识 真的真的 可遇不可求的 数世永远 像比如说 释迦牟尼佛 在印度 他确实是在印度出生过 我们都很想亲近佛 可是呢 两千多年后 我们现在才知道 过去一生 我们现在都完全不知道 我们有过去一生 没错 但是知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现在过去一生 是谁 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在看 听伦风管的时候 才知道 两千多年前 世尊曾经在印度出现过 可是我们碰不到 好啦 现在不说 释迦佛啦 唐朝的祖师大神这么多 我们碰到哪一位 没有 宋朝明朝清朝 一个也没有 历史上记载 我们开伍勒祖师大德 好几千位 我们目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 我还没有碰过 有碰到 那里面可能是大菩萨 你大点要喝 帮我讨讨一下 或许近代的 广心老婆上 有姻缘的可能 亲近过 但是 以我们现在而言 可能曾经亲近过 但是未必 让他亲自指导过 可能有一面之缘 可能只是到 陈天禅寺 或者到老上 坐下典礼供养过 但是真正被他教导过 亲近 所谓的亲近是什么 坐业相随 藏随在他身边 叫做亲近 不是我跟他见面 叫做亲近 一面之缘叫做亲近 不是的 各位要了解到这种情况 做那个亲近三生事 真的不容易 所以 我们现在更要把握了 那现在 善知识 我们现在 好好的 亲近善知识 就是我们的经典 法宝 三藏十二不经 那三藏十二不经 就是我们最好的善知识 再来就是什么 多天文佛法 护持正法 护持佛法 就是我们亲近善知识的一个因缘 就是这样 好 再来 当 当之 真善知识 不如想象中容易得到的 真的是 就刚刚讲 这么多人 还是碰不到 或者已曾经过百清万劫 没有善根 也能遇到 一旦遇到 真善知识 就当 舍生 舍命的长期亲近 其从善知识处得到真正的法语 所以在法华经里面他就有这段话 蛮不错的 妙庄言本事品里面说到 若善男子善女人 众善根故 众善根叫做 培子善根 培子善根 世事得善知识 你过去没有种善根 你生生世世 碰不到善知识 所以我们现在 听伦佛法 我们 读诵经典 护子正法 其实就是在 培养善根 有培养善根 才有机会 怎么样 清净善知识 所以你看 其善知识能做佛事 善知识能做佛事 什么是佛事 不是这个 哪个宋经的炉相战 这个眼睛一叮 叫做做佛事 那是法会 那当然法师出门 宋经老师 你要去哪里 这本书 他当然不说他做法会 那真正的佛事是什么 佛 我们来讲佛是觉悟者 是自觉觉他觉醒圆满的 是怎么样 我们刚刚一开始 也没有法师讲那句话 是可以承担众生的什么 烦恼 可以去为他们 开出一条康庄大袍 他叫做佛事 所以身为佛子 当作佛事 这是我们 出交法师的一个责任 所以佛事 是什么 不谈世间烦恼的事情 好 再来 所以其善之士 能做佛事 是觉立善 立喜 立就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善根 善就是正法 所以能够是觉 善根 还有正法 立入阿尿多罗 三秒三菩提 立入菩提正道 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大王 当善之士 当善之士 善之士 则是大因缘 所以化道令得见佛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有善根才能亲近大善 这是什么 因缘俱足 不是想碰到就碰到 可是我也感受到我们 在北传佛教里面 还蛮庆幸 其实像我们现在在佛学 就感受到很大 现在很多东南洋佛教国家 甚至南传佛教国家 都很喜欢来到我们台湾学佛 为什么 我也曾经很好奇地问过他们 请教过他们 大家都说南传佛教是正统的 为什么正统 因为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和原始佛教 比较怎么样 相近 我也是同样的这样的 已经请教过他们 为什么你们想要来这里 他说怎么样 第一个 就跟我说 时代也不同 师父 时代不敢 为什么不敢 全世界华人这么多 不学中文不行 第一个要学中文 第二个 要学中文 就必须要弘扬大臣佛法 你只弘扬我们小臣佛法 那绝对怎么样 没有人会接受 为什么没有人会接受 因为整个的华人世界 汉人世界里面 你就是要跟他们讲 大臣佛教的精神 菩萨道的精神 为什么 长久以来就是根生蒂固 所以他们必须要重新接受 重新去学习大臣佛教的经典 像他们 对他们来讲 虽然有些出教研究 但是对他们来讲 念一句阿弥陀佛 对他们来讲 都是最新的课程 什么林济宗 曹洞宗 都很新鲜 什么六祖 大师的这个法宝坛 更新鲜 什么法华金 维摩洁金 他们说 你们的经典的帽多 学不来 但是他们越学的 越有进 像圆光佛圈半学到现在三十几年了 你看三十几年了 你看三十几年了 陆陆续续来到佛学 所以 这个 毕业回国 弘扬佛法 已经好几位了 我们在做一些调查的时候 已经有好几百位了 这早期是不可能的 他们认为 他们一听到大臣佛教 就认为什么 日本佛教 所以日本佛教 他们的观念 因为日本佛教 为什么会比较 被南传佛教的法师 给接受或者了解 为什么 他们学术研究很大的贡献 他们都比较 专门在学术研究上下了很大的苦功夫 那相关的研究八卦也很多 而且 更是有所谓的进土真宗的一些出现 和尚可以怎么样 娶妻生子的种种条件 我这一个观念 在南传里面根本是不被接受 所以一听到要到北传去学大臣佛法 师父第一个就咔 不行 为什么 你回来会习家带卷 那不行 他们就抗议 确实是这样 后来怎么样 来到台湾之后 慢慢的接触 那时候台湾佛教的整个的学术研究 各方面 也在途步的 这个这个这个逐步的在发展 慢慢的有在交流 才觉得 哎呀 原来我们所认知的大臣佛教 不是只有日本 还有其他其他很多很多 尤其在台湾佛教里面 包括他们对戒法 对各方面的那种吃爽 都有他们的 开车吃饭的条件 不能让他一味的抹杀 甚至现在开始师父怎么样 把土地都送来 现在有十三岁 十四岁他们有所谓的假期 他们一年好像有三次假期 一假期就送过来 开始学中文了 开始 学习我们的哈伦经典了 开始在做研究 而且什么 学我们的念佛 学我们的餐餐大作 师大一岁 他们学得很高兴 不简单 童真出家学佛 还是有他的优劣点 还是不错 反正他现在 了解我们 的佛教 比了解他们的佛教怎么样 太多 太多 像有些来到现在 已经十来年了 很不简单 所以其实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他们觉得 未来整个的佛教的趋势 还是要行菩萨道 才能够怎么样 弘扬开来 就是他们师父 也这样意识到 时代不同 不能怎么样 闭门造车 闭门造车 一定要怎么样 脚步跨出去 第一个就要学习大神菩萨 要了解到人家怎么行菩萨道 这是他们那时候 一直到现在 法师们的改变 到现在接受 甚至怎么样 鼓励学习 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提到的 要亲近善 善之士是什么 大姻缘 而且要过去世 过去世 过去生有培养福报 培养三根 培养三根 我们再看 所以 最低限度 我发到多勒 三百三菩提心 最低限度 能教众生 远离十二 修行十善 视为善之士 最标准 最低限度的要求 什么叫善之士 可以告诉你远离十二的 就是善之士 不会告诉你远离十二的 大概就 不撑给善之士了 就佛教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 来要求远离十二 这是我们要了解到的 好 再来 古德说 总是一切教授所 是不舍离善之士的 一切的教授 善之士 最为重要 没有善之士 就好比没有了眼睛 怎么样的重要 好比没有了头 一样的道理 行者不论生起 不论生起一种的功德 或者是减少一些过失 揭示善之士的教导 可见善之士的重要 善之士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古德就常讲这一句话 寂寞者黑 寂出者刺寂寞者黑 那像人家物语类聚的 什么流高流风高 这就是一种比喻 就是善之士的一道 其实善之士可以改变很多 那当然 从无常法而言 坏的可以变成好的 习气不好的会改善 那就看你是否有清净道善之士 像其实在 在民国七十多年的时候 有很 当时有一些新兴宗教的兴起 其实当时 佛学院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时候很大的冲击是 来治愈一些修禅者 包括那时候 新兴宗教 包括南传佛教 藏传佛教 都一路涌入我们台湾佛教 台湾佛教是一个 佛教的一个 百货公司 真的是这样 什么都有 什么宗派 什么宗教通通都有 那佛学院本来 佛学院不单单是员工佛学院 所有台湾佛教的佛学院 他受到很大的打击 那甚至有些佛学院的学生 甚至比丘法师 什么样 舍弃自己的佛法 去学习他们 甚至能拜他为师 哇 整个这个虚然大婆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受到他的影响 因为买他的书来看 他听他的录音带 哇 觉得哇 很不错 很不错 像前几年有 那所谓的 法轮功的 那个李鸿之不是 有很大量的书 在出门 现在在书局里面都有 当然这个好坏 我们必须在做任何评论 很多人就 初学者在佛学院的时候 如果整个的根器 整个的学佛 还不是很扎实的时候 就容易怎么样 起洞牙 因为里面很多很诱惑的 那其实没有一种 禅修或者觉醒的一个理念 很多人觉得 哇这个好啊 我要学这个 我就是要学这个 一学这个 招接你啊 为什么 因为本身自己的底子 还没有很稳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了解到 你自己的烦恼心情在哪里 就好比刚刚一提到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因为我们没办法 认识人生 人生宇宙的真理 就是没办法认识自己 所以就一看 啊这个好 其实刚好是跟自己的喜剧 怎么样 相应的 感染的 就这样 哇那时候 好多呢 那时候佛学 哇 一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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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两三日 两三日再离开 一离开不是回到他的长路 不是回到他师父身边 是到另一个教团里面 而且是佛教以外的教团里面去学习 哇 那些人现在都怎么样 也都不在佛教里面 在休息 那些宗教现在大概也都不在了 他们现在也怎么样 也话说了不好意思回来 也不知道怎么回来 就这样 所以上知识的亲近 上知识 像我们在阅读经典 好书多看 不好的 不如不看 真的是这样 好的书点 好的书点 我们多看来哪 不好的千万就不要学啊 千万就不用 千万就不用看了 那是什么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觉得好和不好的 这个时候就是上知识最好的引导 他会告诉你 看哪些书 看哪些书 给我们看 就是这样 你不要认为说 我就是要看什么书 浩高勿远 因为我现在是博士了 我博士毕业了 我硕士毕业了 我要读的就是这个 最高深的佛法 不一定 你世俗学历是 博士是硕士 你就可以读 很高深的佛法 我一读的来 不能用世间的学历来衡量你这个出世间的智慧了 这很重要的 所以读好书很重要 那好书从来 三知识的引导 所以我们在佛学院的图书馆一些管理管制 很多的杂志都会寄 我们都欢迎他寄 但是我们就会稍微看一下 那看一下不是我今天我个人的喜好 我喜欢这个 我就说这个是好的 不是 我们会有一个 联习会议 来 从 比如说先从兼学 先过誉 好了 再一步一步的 在学务处 家务处 这 一个学院 一所大学 最重要就是要有家务处和学务处 这两个 来评估 这个书可以看 里面 内容 正不正确 好不好 现在 尤其我们现在 佛教的白话注释的书籍多不多 好多 尤其 这个大陆很多学者里面的很多思想里面是有些掺杂 因为他们的书籍他们必须要怎么样 要 要稍微掺杂一些他们的一些党的思想 你看不出来 你不知道 这个好 有些是这样 所以 需要让我们了解到 我们怎么样去觉着 当然 那不是他好坏的问题 这不是宣量这个好不好的问题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说 我们 要有三知识的引导 才能够看出内容 所以尤其我们在餐厂打坐也好 在念佛也好 很多很多 也不得离止 不得离止 尤其我们现在出家的沙密也好 或者在家学习的初学者 没有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扎实 你不要千万就离止 我看得懂了 我曾经参加过禅期十次二十次了 我怎么样 像我常常在做一个举例 好简单的时间 他会做到一个举例 像我们在佛学院 从早上四点一直到晚上四点 整天都泡在里面 在听如佛法 学习佛教的种种的仪轨 一天下来就 至少十个小时 我们讲四个小时 那假如我们站下去是 一天里面真正能放下时间 好好听如佛法的时间 多不多 让你四个小时好不好 五个小时好不好 哎呀 扣掉上班了 那四个小时 真正深入进帐的 或者有实修体验的 少之又少 更何况 我们有佛学课程的天文 那更少 所以更应该要怎样 去保护 所以反而呢 我们要学习像 六祖道士这样 非常的谦卑 三字识 即使他那种 教学相长的一个观念 尤其现在的整个的这个 我们整个的社会啊 学历啊 各方面的发展很诱惑 现在很奇怪了 这个佛教徒佛弟子 佛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的话 舍弃自己 应有的佛教的学习的这个过程 以后我后来跑去 拿个文凭回来 某某法师博士就怎么样 该犯不是禅师也不是大师啊 那学习就像大师级的人 像禅师像论师 因为 博士 不是说博士不好 不是说博士不好 是如何能够提出 一个 对众生有帮助的一个修行方法 这才是我们要去 真正要去意识到的 不要啊 舍弃自己 应该学习的 本末导致就不好 不好啊 尤其现在的整个的思想开放的 我们要很多很多的考验 很多很多的考验 尤其像现在网络 你要查询六祖谈经 你票下来 两三万笔 那里面哪一个是值得你学习的 我想 我相信像六祖大师这样的 大秀行的人 他根本就不会跟你去上网 宣讲他的法义啊 他就默默的 为什么他默默的 他是用功德力 用威德力 接引众生的 不是自我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时代的一个变化之下 我们更应该珍惜 平静善知识的一个因缘 这是这个因缘 像我们汇聚杂志社 一直以来 收到周老居士 他就是推广佛法 就是希望提供更好的因缘 让我们亲近 其实他就是 了解到这样的一个 已经在五十年前就已经 一直推广到现在 所以推广佛学教育 是目前一个很重要 而且很实际 很实际的一个用力 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个礼拜 再继续来研究 其实六祖堂 今天有很多很多可以 激发出我们很好的思维 好